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 午安 我是王政 今天我們的節目要告訴你 一生一世愛相隨的兩個故事 故事一 謝龍介 他看著賴清德北上接隔魁 所以決定也要北上 找個落腳的地方 因為這才叫做 一生監督你一人 所以這個要比方說 戳破賴神的神話 檢驗賴神的政績 謝龍介挑戰賴清德 是當仁不讓 今天他來現場 另外故事二就比較心酸了 我們的阿溝周遊 都80歲了 還被老公背叛 然後小三是自己的閨蜜 這個偷心的背後 還有所謂爭產的陰謀論之說 今天的節目也有精彩爆掛 好 首先介紹來賓 資深媒體人邱敏玉 大家好 國民黨國會辦公室助理 鄭兆欣 大家好 還有桃園市議員黃靜平 台港號 還有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這個黃梓哲 主委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今天第一趴的主角 一生監督你一人的 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 龍介兄 大家好 光要說國務 還有國民黨 我們同學副主委 洪鳳凱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謝龍介議員 還帶著他的朋友一起來 美鳥 一個布袋戲玩偶有沒有 對 來 先議員 你現在心情很複雜 心情很複雜 好 三中央在手 世上無敵人 小弟那是美鳥 北盤龍街 來祝福青鳳兄 做個成功 謝謝他組閣成功 議員 你現在心情是不是很複雜 以後再也看不到賴市長 沒有辦法剛剛在議會裡面 打水果了 相當的 小木 相當的傷感 相當寂寞 相當傷感 這傷感就是說 六七年以來 坦白說 很多人覺得說是在議會作秀 你看過所有質詢帶就知道 那是工坊 沒有寫稿 沒有演練 針對市政 只是用的是真正的文言文 所以現在有人要去文言文 其實文言文不應該去 就是說怎麼教文言文 應該說不可以用國語教文言文 要用閩南話 合了威 因為真正的中原 上古的中原話跟中古的中原話 就是保留最多就是閩南話 跟客家話 這兩個語言的讀書音 就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所以文言文應該要保留 但是教的方式不能用菸語 就是用國語來講 要用漫南語來教 所以祝福 祝福 祝祝福 但是也是基台 基台 祝基台 好 過去這個議員 在市議會裡面跟賴市長 有很多很多的攻防 這個密雕出現過兩次 第一次應該是核食是不是 核食 核能污染食品 對 核能污染食品 第二次應該是台獨 如果這樣是第三次 第三次是昨天出現 對 送別賴清德 好多次攻防 來 小玉 你對哪一段印象最深刻 太多了 就是包括這個壁雕 因為壁雕後來賴清德 因為那個謝龍介議員 他是用壁雕去質疑核能 他說吃了核能 核食品 長得臉歪嘴斜 對 就會被壁雕這樣子 可能賴市長 他沒有針對味道來回答 因為我覺得謝龍介議員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點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說 吃了核食品 可能就是會看到動物變形怎麼樣 可是他就拿了一個布偶 就跟你講說吃了壁雕 他會變這樣 對不對 可是人家賴清德 他完全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他就直接說 那個古代沒有核能 所以壁雕 壁雕不可能去吃核食品 他說壁雕是天生畸形 對 我覺得謝龍介議員 他反應也很快 他就說他是被炸傷的對不對 我覺得後面那一段最好笑 如果網友真的有空的話 可以去看那一段 那外面整個賴清德 就完全沒有在理農介議員 他直接說 我來請問一下壁雕先生 他整段印象 真的是面對壁雕的質詢 對 就一直面對壁雕 所以這就是你知道他這一段 我覺得質詢過程 讓人家印象還滿深刻的 我覺得說這個謝龍介議員 為什麼會這麼的 就是被人家覺得說他 我是覺得他不是無地放始 或是說他是開玩笑 他都是真的很認真 他是有主題的 他是有主題 而且他真的很認真做功課 因為我跟龍介議員 同台過很多次 你只要講到賴清德 我覺得真是一心感動力一人 他就是把賴清德的那個生平 祖宗十八代 還有他施政所有的 他都可以如數家珍 所以等於說 你要監督一個人 你要愛一個人 就是我覺得 要像他這樣子做功課 不是說好像就是隨便 瞎罵 亂罵 我覺得他的質詢是有梗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 比如說當然我們看 賴清德的生平 也要同時看謝龍介 質詢的內容 他是真的就是真的有針對 就是所有賴清德的東西 他可以如數家珍 這點我是還滿佩服他的 另外就是說 他都可以藉由時事 比如他有一次是 請他喝那個蜜茶 對不對 可能請龍介議員 來幫我們還原 當時的過程 為什麼要請他喝蜜茶 因為東京是 例如說他火氣很大 他很生氣 火氣大 他在台南就是說賴黃 大家都說 他用議會強勢的多數 讓國民黨在野的 毫無發揮的空間 你知道議員問政戰 在議會其實針對監督 如果多數像現在的立法院一樣 他給你一事不惡意 你就沒得玩了 你就沒得玩了 所以我是先讓他降降火氣 我那一瓶蜂蜜 是特別高貴 很少有整個南華山區 因為蜂蜜有兩種 一種是人家養蜂人家 那樣的 那是飼養的蜂採蜜回來 另外一種是野生的 野生的蜜蜂 看那個是土蜂 在地底下的野生的蜂蜜 整個南華山區一年採下來 不會超過20坪 就只有20坪 18坪這樣子 你對市長好好看 那一次 真愛 真愛 不是 我說最近看火氣 要跟你說話就要吃米糕糖 吃米糕糖 米就很甜 蜂蜜 還要蘸糖 你要看到嗎 這個香油 甜上加甜 所以問他味道 他也喝 當然喝我就說沒有 你就好心溫滴 好心溫滴 蒼蠅喜歡喝甜的 所以我幫你蘸比較多 所以說你不要看那個瞬間 這是一個工坊 當然是化解 因為我跟他 你講說又愛 有人說我跟他是又愛又恨 那有人說是非敵非友 他是對媒體講說 謝龍介跟你怎麼樣 他說非敵非友 所以我就問他 齊長 你講的非敵既是有 那非有既是有 所以是不是我們兩個是 亦敵亦友 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化解以後 賴清德事實上 我今天是要祝福他 雖然在工坊那麼多年 他離開台南 為什麼 因為很多鄉親 支持我的鄉親 他說不要跟他調 不要跟他調 為什麼 他說他代表台南市 我說為什麼 這是台南人來做個 萬一他被倒閣 那我們身為台南人 我們臉上無光 我只要一上高鐵 你們在台南的 沒那麼多 當沒什麼的 補頭就倒閣了 大家都是這樣子 大家都沒面子 我們南波人是這樣 雖然他在台南市 我感到他 但是他現在是台南隊 他現在是代表台南 像我們的國手 世大運 我們都拿我們的國手加油 雖然不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拿他加油 他現在就是代表台南隊北上 所以我跟他講 金城不比府城 國會不比議會 國政也不比市政 你今天到了 你說要是財是所 我們都期待你成功 我也希望你阻隔成功 成功以後 我們餘有榮焉 這是什麼企業 他們有幹嘛 結果咱們的林書 他說要是財是所 坦白講 我們最擔心賴清德的部分 就是財經 因為他從醫界出身 然後一般的事務 包括國大立委 市長 就財經這一塊 如果他一定會找一個 比較他會有依賴的 會有亮點的 可是坦白講 這一次的人事 所以我昨天一直要送他 一個小心 因為政壇壞人很多 不要被害到 北上被人家陷害了 台南的鄉親也不捨 整個都是蔡總統的意志 並沒有賴清德說 我推哪一個閣員上來 然後說要組閣換閣 結果只換了一個閣 換了一個閣区 其他人都沒換 找一個顧立雄來 他本來就是閣員 對不對 接到金管會 金管會也是拚經濟 所以就是因為顧立雄 所以我們台南鄉親 昨天就一直告訴我 你要提醒他 要提醒一下 人要害他 為什麼鄉親一眼就看出 是你蔡總統想要獻害賴清德 大家會擔心 因為大家知道顧立雄 他並不是律師不能幹這個位置 基本上是你沒有金融業務的歷練 對 如果你今天有 OK 比較有優勁 不是嘛 你就白白 你是條件要給他熱清德 滾開 所以我們的人是 我雖然是很好熱清德 但是不是我國民黨 要給他滾開 今天是叫他來組閣的人 準備要讓他第一把 這個推出來的國政 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會辦在 這個顧立雄所上 所有你看家族企業 什麼叫家族化 如果讓你去做經濟部的部長 不就所有的中市公司 大家到一間不是家族的 人家族拿出來的主委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賴清德 收心塞比萬年準 孺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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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派人很多 政大 政大 派心的很多 要把你害 你要孺市長 如果真的 帶不下去 回來台南 我們很溫暖 不要用害羞 什麼一敵意友 怎麼好像聽起來 謝議員對賴清德是滿滿的疼惜 你看祝福 而且還提醒他不要被陷害 要祝福一下 今天剛交接 還是要祝福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賴清德今天 他已經是接過異性 接任行政院長 那麼但是 今天我們在座的謝龍健議員 不是已經放話嗎 一生監督你藝人 網友就亂點鴛鴦譜了 維基百科佩偶蘭 也改成賴清德 那謝龍健的妻子 怎麼看這件事啊 今天我們記者訪問到他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你還敢回來 把我的配偶蘭更換掉 發現謝龍健 維基百科中的配偶蘭 竟然不是自己 目標謝龍健怎麼還敢回來 眼前就會笑得很開心的 就是議員謝龍健的夫人 李嘉芬 他起心也嫩了一下 他想說我怎麼會反應那麼大 其實是跟他撒嬌一下 網友怎麼那麼有創意 連配偶蘭都想到了 因為謝龍健曾對 北上接任格魁的賴清德放話 天涯海角追到底 一身監督你一人 不但引發網友 亂點鴛鴦譜 將兩人湊成對 還惡搞成電影海報 網路短片 誇張的是 還把謝龍健的維基百科 佩偶蘭改成了賴清德 維基百科 真沒意思 我太太長回去好一枚 他們當時都說 你人佩偶就已經改 改沒有你的名字 你怎麼回去 就怕太座夫人吃醋鬧脾氣 謝龍健受訪時 還一度公開對愛妻喊話 一生只監督多千塊一個人 一生只要李嘉芬一個人 其實謝龍健夫人李嘉芬的哥哥 李天佑 也是前台南市議員 年近80的爸爸李守遜 更是地方知名人物 反觀李嘉芬則在背後 默默支持謝龍健參與政治 平日在台南市環保局上班 之前只有在謝龍健參選立委時 才公開露過面 如今因為議員老公的佩偶蘭被改 儘管心裡有點不暢快 李嘉芬還是跟老公這樣說 我要讓她勇敢追求她的正愛 可是她的最愛還是我 記者賴關章 杜文杰台南報導 最愛是太太 真愛恐怕真的非 賴清德莫屬 好啦 今天我們講到了 賴院長正式交接 正式上任 未來我們期待她能夠 有很多的作為 能夠把過去這一年多 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 慢慢的補救 慢慢的補償回來 一立一休 用電政策等等 希望賴院長拿出魄力來 不要 怎麼講 不要取救 也不要說取救 不要被這個權力給蒙昏了頭 也不要被上面的人給綁架 導致你手腳施展不開來 否則不只台灣人傷心 台南人傷心 今天現場的謝龍介議員 會更傷心 講到了賴院長 現在要正式接院長了 已經接院長了 代表什麼 代表他以後 不會像前幾天一樣 回台南 回台北 回台南 回台北 他以後就只會 留在台北了 慘了 這樣子 龍介兄應該會很想他 因為再也沒有辦法 在議會裡頭跟他 跟他質詢了 好啦 說到了質詢這件事情 過去有太多的經典戰機 經典案例 比方說這個蜜雕出來 包含了核石 還有包含了台灣獨立 甚至最後在送行當時的賴市長 現在的賴院長的時候 碧雕也讓賴清德嘴角吃手 微微的露出一個滿意 而且懷念 還有非常想念的笑容 好 繼續看到的 剛剛這個謝龍介議員 講到了 對飲蜜茶 希望填上家田 賴市長火氣先消一消 看到沒有 這個叫做真愛 內一瓶蜂蜜 一整年台南只會產18 20瓶 其中一瓶 他拿給賴清德喝 我們都沒有喝到 繼續來看到的是 質詢這個清中愛台說 兩個人甚至還針對了 你是不是幫中國講話 有一番非常激烈的攻防 當時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龍介兄 這個龍介議員說 有沒有 就是這樣的口氣 也讓他在媒體上 站盡版面 繼續看到的就是 在台南淹水之後 當時賴清德沒有接受完質詢 人就要走 馬上龍介兄出來擋架了 把話說清楚再走 所以你看到了 雖然說有很多很多的新聞話題 有很多很多的效果 可是兩個人都是針對市政 在做彼此之間的攻防 不單純只是搞笑而已 好啦 說到了捨不得這件事情 在昨天我們龍介兄還做了一首詩 剛剛他沒有唸 現在我來幫他唸 什麼詩 他說 輔會相逢七春秋 七年的時間 輔會相逢 我跟你這樣子進行議會攻防 在裡頭你來我往 已經七個春秋 已經七年了 輪魁祖閣江國舊 滿滿的都是對賴院長的期待 希望你可以好好救救台灣這個國家 再來虧欠台南待捕收 如果你今天在台北待不住了 歡迎你回到台南來 台南的鄉親 依舊會熱烈的歡迎你 駐軍更上一層樓 當然希望賴院長這個位子 能夠坐得穩穩的 好好的把國政 把施政 該轉的法家灣 儘管轉 用力轉 沒關係 對台灣人民有利 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 除了我們看到 龍介修很有才 做了一首詩之外 其實網友們更有才 現在網路上 有好多哭熟的海報 有好多哭熟的MV 甚至還有人弄了一個 賴清德跟謝龍介的必聽歌單 包含了什麼 愛香隨 你到哪裡 我跟你到哪裡 包含了周杰倫的一路向北 因為你去北部了 我也要一路向北追隨你 還有飄向北方 等等一連串的歌單 都是龍介議員 想跟我們賴院長說的話 好 現在有人就說了 如果真的想要追隨賴清德 到台北一生監督你一人的話 有幾個選項 哪些選項 包含第一 是不是要選立委 包含第二 是不是有可能 乾脆加入民進黨好了 加入民進黨的話 你就跟賴清德同黨 你們可以常常吃飯聊天 再來是不是來當記者也不錯 來主跑行政院 每天都可以出門 每天都可以訪問賴院長 每天都可以問他問題 每天都可以帶著壁雕 來跟他見面 不曉得這幾個選項 龍介議員喜歡哪一個呢 說到網友的創意 有好多的MV集錦 我們幫你整理好了 有夠溫馨 有夠好笑 先來看一下 adapting 農村 每天都可以 其實誰都有 每天更夢的 混雲 虽然那已经要崩溃 对地亚时的爱关系 遇到你 原来你是我最想要助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到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它陪我冰的雨 一步入都是你 一尘不染的伤心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它在晚上门前星星 你心事空下的约定 再一次相遇我会 轻轻抱着你 轻轻抱着你 好 通通都是情歌 你刚刚看到那最后一幕 赖院长坐在车子里面 手拉开窗户 眼睛遥望窗外 充满的对台南的不舍 对北上的愿景 还有对龙介兄满满的情意 好了 好多的网路哭手海报 来看看这张应该最有名的 一生监督你一人 还有这张清德不要走 还有这张清德你去哪里 我就跟你到哪里 甚至连日本的动画 你的名字 他的预告片 通通被枯首成 赖清德跟谢龙健一员 两个人之间 亦敌亦友的情谊 好了 为什么在这辈子 两个人结缘结诺声 现在有命理老师 也跳出来分析了 听听好像也不无道理 因为有人说 他们前世 其实就已经结缘了 有个说法说 前世有一个人是居士 有一个人是烟花女子 谁是烟花女子 不好说 但是总之两个人有关系 也有人说 他们前世是夫妻 谁是夫谁是妻 我也不晓得 还有人说前世 一个是住持师傅 一个是小沙迷 所以都已经结缘好几世了 甚至有一些 比较超过的说法 说他们两个 其实是现代版的牛郎之女 现代版的杨过小龙女 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立叶 好了 很多的枯首 当然要告诉你的就是 其实谢龙健一员 他过去的七年 确实很努力 在监督赖市长 现在变成了赖院长 我们很好奇 龙健一员以后要如何 一生只监督你一人呢 刚刚我提到好多个选项 哪一个他会有兴趣呢 待会再来问问他 好了 这是一个爱相随的故事 继续来看到的 也是一个爱相随的故事 但是比较心酸 主要就是阿沟周游 这218岁三个人加起来 年纪很大的三角恋 在昨天我们已经谈了不少内幕 但今天有更多的爆料 首先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张姓施奶 因为是狮子慧 也是奶奶 有孙子了 所以叫他张施奶 原来这个张施奶 亲门踏户 说有多过分呢 原来他跟周游阿姑 就是好朋友 你看看这几张照片 注意到了吗 阿姑在这里 老公在这里 旁边站的就是施奶 还有这张照片 阿姑在这里 李朝勇在这里 施奶在这边 还有这张照片 没有男主角 但是穿着绿色黄色 很荧光很亮的 就是施奶 旁边穿红色衣服的 就是阿姑 而且据说 这个现在大家知道 68岁的小三 听说了 风韵犹存 包养得宜 打扮也非常的花枝招展 人蛮漂亮的 还常常到他们家做客 做客不打紧 连过年都来围炉 围炉不打紧 平常时候 还会到周游阿姑家 煮饭 给他们一家人吃 小心啊 小三就在你身边 你说自己的好朋友 跟自己最亲密的爱人老公 居然暗通款取 阿姑怎么会不心碎呢 今天他接受了节目的专访 一样是泪如雨下 让人非常心疼 好 继续 我们把话题 转到这个男人身上 李德勇 这个导演 过去他其实只是副导演 是受了阿姑的提拔 变成导演 后来还帮他开了制作公司 当然有人说 他当初跟阿姑在一起 就只是因为钱而已 但事实证明 38年走来 好像李德勇 都还满照顾阿姑的 但怎么最后这几年 会完全变了样呢 不但变了样 不但不再照顾人家 满脑子想的 好像都是财产 而且现在还爆出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偷吃了 早在20年前 他就曾经偷吃 而且还被阿姑当场抓包 甚至阿姑还曾经飞到大陆的片场 因为有女明星 想要对老公投怀送抱 很多的内幕在今天都要告诉你 而事情爆发之后 李德勇没出现 但接受了媒体的电话访问 他提到什么 他说他现在很可怜 他说他只能睡在车上 只能睡在朋友家 无家可归 被阿姑下了驱逐令 甚至还说 你们要把我赶尽杀绝 真的太狠了 好了 他这样替自己澄清 替自己辩驳 但是李先生 做错事情的 好像是你 好 我们看到了 其实这一段布伦的恋情 早在2016年年底 就被小儿子给发现了 但是怕妈妈伤心 所以李朝勇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妈妈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他们看到 这个湿奶 小三湿奶 还可以到我们家来 吃饭煮饭 心里实在不舒服 于是借着一个 手机更新的机会 拿到了李朝勇的手机 然后拿给妈妈 才让整个事情曝光 而曝光之后 李朝勇好像完全没有悔改 甚至在周游生日的时候 他都不出席 跑去跟小三约会 约会之外 现在还告诉你 李朝勇好像真的 满脑子都是钱 因为阿姑对他 还有爱 还有情意 希望他能回来 但没想到 李朝勇居然告诉阿姑说 可以 又回来 没关系 没问题 但是只有我跟你相处 其他家人 来一个 我杀一个 这样的男人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还值得阿姑 继续为他痴狂 继续只爱他一个人吗 有命理师就说 这段婚姻 大概没有办法重来了 奉劝阿姑 80岁了 身体要紧 放下吧 离了吧 对大家都比较好 好了 待会来宾 也会针对这一段 218岁的三角恋 还有一些演艺圈 当导演的特权 黑幕大爆挂 给你听 接下来把时间 还给玉琴 对不起 今天是要把时间 还给我们的龙界议员 请他好好谈谈 未来他要如何 一生只监督你 赖院长一个人 好 谢谢佑正 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一下 谢龙界议员了 既然是一生只监督 赖院长一人的话 那请教一下议员 听说你在北上 找落脚的地方 甚至还说 可能也可以当记者 这样可以在立法院 好好的来监督我们的院长 是这样吗 这个记者是 不错的选行 第一个因为记者可以 捍卫公益 打抱不平 议员要跟我们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讲 因为我也很敬业 我觉得我倒蛮适合当记者 而且我 你来中天行政院主献给你 我如果到中天的话 我要跑行政院监立法院 这样 不管是对的 所以 憋怜立法会过 清 老大 白上遭嘴好体力 最好万转的准备 既退上가� nep�忍 这也是一个事 乒乓羅 明详 same 乓势 没有 我现在是很惊恐 我怕你的独家跑得比我多 有 议员独家会比较多 对 来 赵青 除了當記者之外 還有人提出選項說選立委 那選立委選哪邊 有個立委不是馬上被罷掉了 叫黃國昌 所以有人說 議員現在第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去支持罷昌運動 把他罷掉 然後他到新北來選立委 選上以後就跟賴院長 只要是開議期間在立法院 每個禮拜 禮拜二禮拜五 都可以相見 起步完成了他的心願嗎 沒錯 這樣聽起來 還真是有那麼一回事 因為罷昌 這更巧的是什麼 因為黃國昌的選區 是個汐止金山 還有萬里這個地方 萬里這個 剛好是 歇議員有提過怎麼樣 萬里剛好就是 現在賴院長他的家鄉 長大的地方 對 所以如果說 我們的龍介議員 親身跳下去 變成這個拔昌第一大將的話 這口號很簡單 宋昌神 贏賴神 讓我在這個行政院裡面 天天對著賴神 延續我們的珍愛2.0 這個時代是非常的有吸引力 不過我們也非常佩服 這個龍介議員 他在過去台南議會的工坊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不是送了一杯蜜 要給那個時候還是賴市長 那個時候其實議員 他就已經展現了 非常神奇的預言功力 可能議員自己都沒有記住 那時候不是議員 你不是寫了一首詩嗎 我用國語念 再請這個議員他用台語講 他那時候寫什麼 他寫 龍眼花開 白沖沖 龍眼花開 白沖沖 然後瑞瑞花心見蜜蜂 瑞瑞花心見蜜蜂 瑞瑞花心見蜜蜂 日出盲到日頭暗 日出盲到日頭暗 望君關懷似蜂人 望君關懷似蜂人 這四句如果你去摘 這是長頭詩 你把這四個四句詩的 第一個字打起來是什麼 是龍蜜日望 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發現賴清德 在未來的前途 是不可限量的 所以那時候議員還說 賴市長 未來可能就要高升 那時候我記得是5月4月 不是我是賴清德自己講 你自己告訴我 他說他隱色 他說你很厲害 你寫這一首是長頭詩 我說那你看得出來 你更厲害 他就講說你是要這個 好像他在隱色說 我是說我自己要高升 其實他知道他自己要高升 是 沒有錯 所以說這個東西這個巧合 現在沒有想到 完全的命中 所以很妙 所以那時候 我想這個謝議員還講說 他本來一直在期待賴清德 當初是選新北市長 本來他已經準備好 要到新北 結果沒有想到他到行政院 所以那時候的 謝議員還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現在 拔艙行動如火如荼 如果說真的黃國昌 成功的被罷免的話 可能這個謝議員 不用讓賴清德撐兩年了 你馬上就可以延續 我們的曾愛2.0 所以我們大家其實還滿期待 這個東西能夠成真 還有一個選項很好笑 除了選立委跟當記者之外 議員有人叫你直接加入民進黨 加入民進黨以後 北上跟他一起組閣 這樣最快 有可能嗎 我一生只要加分一人 一生感到親戚一人 一生就是聽聲國民黨一黨 這堆水國民黨 這政黨是一個理念跟靈魂 這類的沒辦法改變 這跟愛人不一樣 這是絕對沒改變 因為我對市民的情緒 所以剛才在說 是不是來新北起算 坦白說 亂議長 你不是跟我們說要做好 做好麻 那不是 所以我為什麼今天 我這首次你剛才在說 富貴最紅 七春秋 倫貴做各種國球 那麼開欠台南台保守 那不是這樣 因為你剛才說要做八年 你說要做好 做麻 做好做滿 是啊 你開欠台南你沒有保守 但是我因為你代表台南做 所以我說絕軍經常一政流 這是絕對 也說你欠台南 你如果不要做好做麻 為什麼 我告訴你這次 就職一百日就職百日的記者會 你們聽聽看 你們都是行家 我原版照念 過去的四年 我們都在做規劃 未來的四年 我提出45項重大的建設 各位 未來的四年 45項重大建設 那現在只過了兩年多一點 再來 有哪一個城市可以讓一個市長 過去的四年 我們都在做規劃 只做規劃就好 因為第一年四年完全沒有建設 我們坦白說 但是鐵龍就說 他說台南縣跟台南市 原本的負債就到頂 沒辦法拿錢 沒辦法做 所以他前四年 這跟你說 就職百日的記者會 就是這樣 所以你已經放會四年 未來四年你要提出重大建設 落袍 所以你沒有做好做麻 他事實上就對台南是虧欠 而且長期以來在台南 他就說中央重北侵南 這六年包括去年一年也是這樣 中央重北侵南 所以沒有錢了 去年房屋稅回溯15年 你知道台南是從今年開始 每一年增加將近40億 將近40億 我們一年的預算 大概只有700多億 現在是一年 每一年可以增加將近40億 所以未來下一任的市長 會好做事 那既然過去都是講 中央都重北侵南 重北又侵南 那台南是需要什麼很清楚 你現在是不是中央 不要再侵南了 那你如何要彌補對台南 你沒有做滿做好的 所以我告訴你 敢當日以外 你欠台南已經一個禮在那裡 他落袍我又落袍 所以你也要對市民的承諾 要做好做 這是承諾 軍主一言一中 少林千言無用 我說過到佩戶以前 我就都要很慶祝你 今天就有一個人 你不記得他說 我要用我的政治生命 擔保吳乃仁跟洪其昌是清白的 跟你說的 結果吳乃仁判有罪 所以我問市長 你是不是要試試 你說你要用政治生命 但保一千百 反映很快 他一當下 你也有說你要事實 你說如果簽證你就要事實 紅吉祥拍不著 紅吉祥簽證的人 你敢要事 你敢敢事 你死死了 他這樣跟他 因為說我是一定不敢事的 我當下還寫兩張事實書 一張市長的事實書 一張議員的事實 叫他簽名 我簽簽 你先簽 然後叫他簽 我事實 他還會 你真是 你敢簽嗎 那是總質詢 全部議事聽 鴉雀無聲 大家都沒動作 最後我是他沒死 我是了 我是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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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他在這條規限 這是性身的問題 我們如果要叫他 不要話講太慢 講太快 國會不比議會 好 我們先休息會先進廣告 我們再待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要來談的是 另外的一個 一生一世愛相隨的故事 而且這個阿姑好像待會兒會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千萬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說到了一生一世愛相隨的故事 有的時候這個故事的結局 真的其實是要靠什麼 要靠智慧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製作人周遊阿姑 80歲了 但是現在他心裡很痛 因為他深愛的這個老公 背叛了他 而且背叛他的 不只是老公李朝勇 還包括他的閨蜜 他的好友居然成小三 今天我們請到阿姑來到節目現場 其實阿姑真的 這幾天也睡不好也吃不好 阿姑很辛苦 阿姑 我請教您 因為很多朋友 都替你感到很不甘 可是真的很想知道是說 先生都已經這樣對待你了 為什麼還要硬把他這樣留在身邊 這樣也是苦了您自己 所以阿姑其實還是希望 先生可以回來身邊 當然了 就像你們老闆給我打電話 說一個都70一個都80了 又不是17 18歲的人 你現在需要 你們兩個他也需要你 你也需要他 你老闆是一大早7點多鐘就 不曉得從美國上海給我電話 他也勸我們兩個 要好起來 我跟你們老闆好朋友 從小他曾經講過 他全世界 他最欽佩的女人是我 他有講過這句話 你們相信雜誌也登過 我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我敢愛敢恨 我跟他已經38年 38年 我們是用多少的困苦 我們兩個才在一起 我們兩個一起在做節目 不管爬山下海 任何在大陸那種冷在冷的地方 零下三十幾度 熱得到四五十度 我們什麼苦都受過了 我們兩個那麼好 三十四年來 他 後來我一直問他 你為什麼這四年來你會變 他說 是我個性太壞太那個了 大概外面有女人 錯就錯 我一直這34年來 一直從他開始到我公司來代替 當導演 當我公司職員 當導演 大大導演 我一直好的劇本都選給他拍 我一直對他很好 我們兩個感情也非常的好 結果沒想到這四年 他會對我這樣 他變了 他變了 我問他你為什麼變了 去他愛另外一個 我知道 他現在恨我 我二兒子 我小兒子就在你們中間的 說他把賴給我看 他的施賴 他施賴就是施賴不能很秘密的 從施賴裡頭 我看到他們兩個 那種相愛的清新 他以前 他以前愛我寫給我的情書 寫給我的血書 我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他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可是我們為了個性相投 興趣相投都是愛戲劇節目 我們兩個客服外般的困難 兩個才好不容易在一起的 對 結果 這三十四年 那麼好 我說你為什麼 到現在我們可以享受晚年了 我們房子也買了 也賣了 什麼都我們有 夠我們到老的那個 好好享福 為什麼你才變心 他說我很兇 我說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剛跟我認識我在中市 都三十四年了 怎麼又不是這四年才變兇 對啊 都是藉口 我三十四年前你認識我 我在中市 大家都叫我女暴君 武則天一直叫我做 我就是武則天 我在中市 大家都知道我很兇的 那個時候我對你 他說你對我那個時候很柔 我說我有時候 為了拍戲 為了什麼 我們兩個也常常吵架 工作 工作上的吵架 詩人我們很好 可是有時候 他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有時候錯不認錯 錯是別人的錯 尤其這四年來 他錯他都說 他現在怨我的小兒子 在你們這裡節目部當 說他去當料杯 跟你說給你看 他給我看那個LINE 說他很壞 那個私LINE是不准看的 他要告他還真的寫 真的寫告狀 說要告他 陳正信函 你看這麼壞 陳正信函 這麼壞 然後他有跟我說悔過 悔過叫我給那個女的 什麼500萬400萬 後來什麼380萬 就變成說是他介紹的 介紹他不漏大錢 說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在我們家 我把他當成妹妹 對啊 因為他要當總監 他是獅子會的職員 他都再來幫忙來什麼 天天在我家打牌 跟我們都很好 還煮飯給家人吃 還煮飯給大家吃 什麼什麼 還買咖啡來 天天在我們家 而且每天來打牌 還都裝得化妝什麼 我都沒有感覺我想說 我把他當妹妹看待 人家說 你怎麼來打牌 還裝得那麼漂亮 還化妝得那麼美 原來他就是在勾引我的帳戶 我都不知道 都完全沒有發現 我完全沒有發現 當大家看到他們 在我廚房裡頭親嘴 他們打牌的動作 他們在外面兩個揉揉包包 人家跟我們講 他還不信 他說絕對沒有 人家絕對看不到我 我跟他 世界上沒有秘密 那我們怎麼會知道 所以自群把他拿給我看 他就恨他們 恨得要死 說不然他們這個事情 二十年快 兩年多 兩年多 不會 人家都不知道 我知道以後 他們又學會過書 不管什麼錢 從五萬塊到四萬到三萬八 說是不落給錢 其實我賣這個房子 是你們老闆的一個好朋友 叫林博文 他叫他來買的 來買我的房子 跟那個女的沒關 跟女的無關 可是現在變成說 你給她的錢是服務費 變成我給她的是Vlog 她的服務費 現在都寫 好 不管是服務費任何費用 你後面有寫一條 你為什麼 服務費的話 你幹嘛要跟我先生說 以後我們兩個 不見面 決定分開 絕不會見面 也不會打電話 也不會通信 絕對任何的聯絡都沒有 聯絡 見面也不可能 都沒有 都不會 兩個寫了 我老公馬上過兩三天 就打電話給他 你的 他們就一直這 這幾個月來 這九個月來還在一起 可是我們要抓都抓不到 我沒有證據 可是到這三四個月來 實在我們家的人都忍受不了 我兩個兒子都受不了 才去 我就去買 我們普通裝那個 訂車的型 那個什麼 定位系統 一定都會去找 找得到 我就去買一個很精密的 去 所以這三四個月來 我裝上去 去查他 然後他到處去查查 我有沒有跟蹤器 他找不到 我這幾個月才知道 他跟這個女的 不但去酒店 不但兩個在一起 兩個人那個親密 去親熱去什麼 好傷心 真的 對 阿哥 阿哥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你跟這個以前的好朋友 你們有講過話了嗎 跟這個女的 你們有講過話嗎 而且我搬家 他還敢來 我九個月前 他搬家 他還要來幫我們搬家 兩個人還他看他 他看他 兩個人都還親親我我 我都還 我只是說 我不希望他來我們家 九個月前 然後後來我們才 才簽了這個東西 付了錢 我說好 我願意付錢 我老公突然給我要200萬 我說幹嘛 他說我的退休金 我說你幹嘛你退休金 我正辛苦的時候 他有那個饒健保的退休金 我們是夫妻 那個時候我欠債很多 你當丈夫的 拿錢回家是不是應該的 對 他現在跟你要那個錢 要這個錢 所以他要這個錢 被人家笑死 我還是200萬還他 我認為他這200萬 還是要給那個女的 他很愛這個女的 他70歲卻愛一個 67 8歲的老女人 可是他現在有接受這個訪問說 他還是很愛阿公 如果他要回來 阿公你會接受他回來 可是他每次 從這九個月 從這四年來就常常騙我 有跟他認識以後 都說謊話 白的說黑的 黑的說白的 我們再跟他講話 一 我們說一他就說九 我們說九他就 他反正就 亂講一通 都跟我們 而且騙我 扶我 還罵我 還不止對家裡 他從來不老實的 跟我說過一句話 所以我能相信他嗎 可是我還是忍受 就你們老闆講的 你80歲了 你也要有個老闆 要有個伴喔 我真的 我晚上一回到家 那麼大那麼漂亮的房子 空空的 一進房間 以前洗澡都有他陪我 因為我摔傷也是為他摔傷的 我的龍骨摔斷摔碎 又去開框框骨 就是我開框框骨的時候 他們兩個 那個你的老早就動心在 追我老公 我不知道 所以他趁虛而入 那個時候 因為我在醫院 我迷 都要打那個止痛症 那打止痛 我 框框骨 好了 早上都接受要運動 其實 都去約會了 都去約會 人家都看到 我大兒子的朋友小兒子 講他都不承認 他很愛說謊 而且以前那麼乖那麼好的 他一專 還沒畢業就出來到我家裡 在我公司 我們多好 他從來沒有跟我說一句講 假話 對我好的 為什麼最近會對我這樣 可是阿波 他好像現在有這個報紙報導說 他以前其實對你 就有 會動手動腳是不是 早年 早年 是有曾經對你這個 一些不禮貌的動作 不會動手動腳應該是我 沒有 對阿波 一向比較強勢 比較強勢 是不是 我比較強勢 有時候我就說 你跟他這樣 會好像開玩笑 可是也不是真的打他 那就是一個 夫妻那麼熟了 一個情趣而已 所以他現在都跟人家講 是我不好 我太兇 我常常動手打他 他去跟那個女的 女的就跟他講 說你老婆怎麼那麼兇 還有他在獅子會 有一次他當總監 我當他總監護人 我應該坐在他旁邊的 他反而讓那個女的去坐在 他的旁邊的旁 出去我都沒有感覺 因為那時候你相信他 你很相信他 我都太相信他們兩個 那麼好的 我把他當妹妹的 看的女人 那麼好 那麼乖的戰火 怎麼會兩個人會這樣子 偷情 偷情 偷兩年 我小兒子 才把那個拿給我看 他就要說要殺我的 兩個兒子 他說怎麼見到一個 要殺一個 他講這種話 誠狠 沒有 結果他也來存證信 要告我 他做錯事還要告人家 然後最近上個月 一個禮拜前 我大兒子 我們證據已經都收到了 你們去開酒店 你們去餐廳 你們兩個去飯店什麼 還有人家追車 不但有某家的那個 周刊 周刊 小那個狗仔追他 在查 我也叫曾心社 我實在受不了 我故意給照機會 我們全家去新加坡 連志勤全家通通去 我要試試他的 果不其然 我早上前腳走 他後腳馬上 中午就起來跟他去吃飯 到晚上在一起 我要回來那一天 他中間兩天是 就約人打麻將什麼 就表現他都在家 最後一天又跟他去約會 我們實在忍無可忍 所以我大兒子拿到證據 去找他 你需不需要跟我們道歉 當然要 結果他反而跟我大兒子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道歉 他以為我大兒子是說要 我大兒子小兒子都去 以為是要跟他們兩個道歉 我大兒子的意思是 你要怎麼跟我們是 包括跟媽媽 跟媽媽才是重要的 跟我們道歉 然後要怎麼樣跟我媽媽交代 我們要看你的交代 你交代的那個 我這個不拿給我媽媽 阿哥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 等一下回來 如果您還可以的話 當然希望你繼續跟大家 講一下這個男人 分享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如果您還可以留下來的話 我們先休息一下 過去事業一向是非常成功的 阿哥周遊 現在面臨感情的挫折 今天阿哥 你還是得面對 還是得解決這個難題 過去你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 這次一定可以勇敢的撐過 對 只是我一直女人總是女人 對 三十四五年你對我那麼好 後頭她的變 我們女人 尤其我是製作人 也當導演過 我都有感覺 我還是忍受 我還是希望你跟我和好 我還每天問她 你有愛我嗎 每天一早一晚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她說我不愛你 我愛誰 我真怕她離開我身邊 我真的 真的很愛她 可是既然 證據統統給我們抓到 本來我跟我兒子 我們家庭會議說 我們就交給司法 交給法律去辦 可是我捨得嗎 我現在只想要告那個女的 我對她那麼好 你對我這樣 剛才跟我們接下來要勇敢 不管面對誰 是 我就說 我一定要勇敢起來 我跟她也講 我一定要做一個很勇敢的 沒錯 很驕傲 很有尊嚴的 我雖然年紀80 我的心裡 我都認為我才五六十歲 聽完了傷心的阿哥 在今天這樣的一個告白 對 我真的看了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其實說實在話就是說 其實你看過去一生當中 在情感的路上 阿哥真的是幾經挫敗 今天他非常的勇敢 也許他已經高齡80了 但是他說他會繼續的堅強 只是剛才我們聽到 這個先生不斷的在欺騙他 這個其實才是讓阿哥 最心痛的地方來明明 而且這個先生前科累累 不要說偷吃 除了偷吃之外 曾經還對阿哥動手動腳 差一點把他給怎麼樣 對 其實剛剛阿公會講到那麼傷心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深有同感 因為一個枕邊人 在一起38年 我們待會兒會回過頭來講說 李朝勇當年是怎麼樣 轟轟烈烈的追求周遊 所以我覺得周遊 現在還會想到一些 他們以前甜蜜的光景 就說實在還是念舊情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以這件事情 來講的話 事實上它不是發生在這 阿哥剛剛也講了 其實兩年前大概就已經知道 他們就是陸陸續續 有一些來往 當時李朝勇他在最近的時候 應該是今年9個月前 9個月前的時候阿哥就已經 因為他的這個 包括他的小兒子還有媳婦 都已經抓到了 就是說他們兩個 李朝勇跟施奶 我們姑且稱他為張姓施奶 因為是獅子惠的奶奶 所以現在媒婦都稱他為 張姓施奶 施奶 張施奶 他們兩個就是用這個賴 李朝勇親密的 稱呼這個張姓施奶 叫什麼小公主 還稱呼他愛妻 類似像這樣子 就已經有這種親密的簡訊 其實阿哥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生氣 所以他那時候 因為你知道李朝勇 當時是怎麼樣做戲 讓阿哥相信的嗎 他就把自己的頭髮剃掉 阿哥為什麼會突然就是 就是說心軟 去原諒這樣子的一個男人 因為他說李朝勇最寶貝的 就是他這一頭的頭髮 所以他覺得說 如果李朝勇願意 就是把他的這個頭髮剃光 剃掉 然後以示自己的清白的話 他就覺得說 這個是他是可以相信的 而且當時李朝勇 還是寫了竊節書 竊節書就是保證說 兩個人絕不會再來往 我覺得說你就剃了 自己寶貝的頭髮 又寫竊節書 大概只差沒下跪就認錯了 所以當然就是阿哥後來就心軟 就再原諒他 就沒想到原諒的結果是 沒想到他們有藕斷絲連 而且我覺得李朝勇最壞的是說 他還騙了阿哥的錢 因為他騙那個 他騙阿哥說 他是強暴了這個濕奶 就性侵他 後來搞到這個阿哥又拿錢 拿錢去和解 拿了180萬給這個濕奶 然後另外他就是覺得說 就覺得這個李朝勇很可憐 再拿200萬 去貼給李朝勇 後來就沒想到我覺得阿哥心軟 真的是 我覺得一個女人 可以坐到這麼心軟的地步 因為他不是嫌他們兩個 在車子裡面 就是有發生關係嗎 他就嫌這個車子髒 所以就把兩部的這個 把這個車子賣了之後 他又心疼李朝勇 沒有車子開 就再買了一部新車給李朝勇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真的是 阿哥剛剛不是都哭了 就覺得說我對你這麼好 你怎麼會這種恩將籌報 又騙我錢 然後還剛剛就講說有動手 甚至就是說 當時有出了 他們就是這幾個月的風風雨雨 因為媒體就每天 就話題一直追 追說什麼阿哥為情輕生 然後還說什麼 就是兩個打來打去什麼 他們兩個出來開記者會 我覺得說李朝勇當場 就是在這個記者的面前 把阿哥的手就是直接甩開 就說不要再演了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說你對一個 愛你的女人 今天出來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你沒有跟他道歉 結果你還在這麼多媒體的面前 給他下民主 怎麼不要再演了 我覺得 對 我覺得對阿哥來講 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再講到說 其實我剛剛還滿想問阿哥 一個問題是說 就是說其實這個李朝勇偷心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怎麼會願意這樣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原諒他 譬如說就是 大概在好幾年前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 還有在大陸拍戲 那時候拍一個叫做 唐太宗李世民的 那時候就傳出說 因為那時候李朝勇 就跑到大陸去導這部戲 然後就拍 就是傳出說 李朝勇跟這個拍戲的女主角 就過重聖密 消息就傳回來給台灣 阿哥當時人在台灣 就聽到了 然後後來就 阿哥就還跑到大陸去 跑到大陸去 後來就看到說這個 而且這個女主角 還認這個阿哥做乾媽 所以我覺得阿哥老是被身邊的人騙 又是妹妹的怎麼樣 又是乾女兒的怎麼樣 對 就是這個張信師 乃不是跟他是情童姐妹 就是當時 台南太宗李世民的 這齣戲的女主角 還是阿哥的乾女兒 上網查 女主角是誰 有 那個姓富的一個女星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傳出他們 兩個過同聲明 而且就是說已經抓到 就是說有 當然我覺得這個一定是 很多工作人員傳傳傳傳傳 他都已經聽到了 他跑到現場去 結果聽說這個女的 還非常的遺址 就是說還非常氣焰囂張 氣焰囂張 後來你知道氣到阿哥 就是後來 當然李朝勇又顧忌從事 就老師用這一套 譬如說就是哀求他原諒 就寫切結書 就保證兩個人 不會再來往什麼的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說 因為當時這齣戲 已經上演了 而且就是掛名這個女主角 已經開始宣傳了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說 因為他們兩個有曖昧 然後你就把女主角換掉 你這戲拍到一半 都已經演了 女主角都已經掛頭牌了 你怎麼可能臨時再換腳 後來我覺得他就跟李朝勇 有一個協議就說 以後你倒戲的時候 就是這齣戲還在拍 你倒戲的時候 你不可以看鏡頭 就你長鏡也不可以看鏡頭 對 我就覺得這很妙 你長鏡 然後你不看這個鏡頭 你怎麼拍 對 當然後來他們就是 還是有一些藕斷絲連 阿哥那時候個性真的很剛烈 他氣到拿高跟鞋 他就直接去打李朝勇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看得出來 他們滿火爆 我最後要講 講說 我覺得阿哥一定是 非常練舊情的人 你知道當年李朝勇 是怎麼樣追阿哥的嗎 因為當時兩方都各自有家庭 他就是 就像上演八點檔這樣子 還追車 然後就是愛咬咬死 然後老公還 當時周遊的老公還拿刀 去砍李朝勇 砍了十幾刀 結果兩個人愛咬咬咬死 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 我覺得有經過那麼轟轟烈烈 八點檔的劇情 難怪說阿哥現在回收起來 還是對李朝勇是念念難忘 是 這個男人當然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魅力 80歲的阿哥 沒有辦法離開他 68歲的師奶 又這麼愛他 但畢竟男主角也70歲了 但是剛剛小儀講到 翻開他的過去 其實並不像大家看到 好像這38年來 都一直陪著阿哥 34年 直到這四年 才開始遊手改變 才在外面命結西歡 所以態度才變了 今天文婉姐 要跟我們好好報掛一下 這個李朝勇 在過去情史就很豐富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演藝圈裡面 導演都有一個宿命 怎麼宿命 就是說你即便 因為導演本來就是 在演藝圈是有光環的 有權力的 其實人家說有權力的男人 其實是最有魅力的 尤其是在圈內的女明星 當年的年代 你如果要有 應該講說 就是說有演出的機會 或者有上進的機會 其實導演 其實他握有身殺大權 所以通常女明星 其實都會比較主動一點點 換演技其實主被動之間 就形成一個很巧妙的一個 應該是說關係 一個食物鏈 對 一個食物鏈 可能導演本身 也許剛開始沒有這樣子的 可是因為女明星會特別的主動 或者是送上門來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送到嘴邊的肉 其實男人通常是 我覺得沒辦法去抗拒的 所以其實這個誘惑就比較大 有時候有一些導演 深信可能比較你知道嗎 比較諸葛一點點 他就可能會趁這個 所謂的權力之變 他位子之變 他可能就可以對女明星 於取於求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形成一個很巧妙的一個關係 演藝圈的潛規則 是的 我先講就是說 其實剛聽到阿公這樣聲淚俱笑 其實真的 一心之愛一一 真的非常的愛李朝勇導演 可是這樣的例子 其實我真的似曾相識 因為剛剛其實在化妝間 有很多的其實 有很多的化妝師 或者是說很多來賓 聽到了阿公的陳述 都覺得說你怎麼那麼傻 到最後你不告 你不告這個背叛你的男人 你不怪他 你愛他 你只要告那個小三他 然後這樣子痴心絕對 其實這不是唯一的例子 我現在先舉一個例子好了 其實在演藝圈 有另外一個 其實他算是 現在是國寶級的導演 他過去導了很多 八點檔的連續劇 在演藝圈也算化妝的更多 然後我先講就是說 剛剛阿公不是提到嗎 那個所謂的師奶奶 其實跟她是姐妹相稱 有很多人常常到她家裡面 好像走廚房一起打牌 然後還煮吃的 真的就是形同家人 我現在講這個導演 其實當時這個是她太太 私底下跟我說的 他說那時候其實導演正紅 這個導演正旺的時候 人氣正旺的時候 三不五十家裡面 其實都來家裡做客 就是比方說 我現在在導這齣劇 有女一 有女二 還有周邊的所有的演員 其實就會來家裡聚會 因為要聯絡感情 聯絡情感 他說那時候 他真的沒日沒夜 只要一票劇組來 他就是整個人就是 就是真的黃臉龐 對 然後張羅 然後在廚房 就是大低漢 小低漢這樣 然後廚房 客廳 來…去… 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女人在忙 在專注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細節去注意說 周邊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人家說阿娘也有胖 他說後來他發現不對勁 是有一天 然後有一次 他從廚房端了 端了煮好的菜 一端到客廳的時候 端到餐廳的時候 余光發現不對 那個女一怎麼坐在導演的腿上 坐在他老公的腿上 而且那個臉就靠在 老公的導演的臉頰 磨磨蹭蹭 他這下子覺得不對勁 因為他之前就一直聽到 有人來跟他爆掛 說我跟你說 某某那個女一 一直在討好導演 而且跟導演好像 下了班下了戲 好像還有順床 這個順床就點點點這樣 他一直覺得 好像就是有點懷疑 又好像覺得不用想那麼多 對 就半信半疑 後來真的被他看到內幕 他知道是真的 大家會問我說 他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他的模式跟阿公是 一模一樣 他選擇原諒 他選擇吞人 他認為也許這個在圈內 是一種沒有辦法去 避免的潛規則 更可憐的是後來這個導演 這個導演太太 不離不棄到什麼程度 後來這個導演生病了 後來這個導演戲比較少了 好了 事業走下坡了 欠了一大堆的債 其實這個導演太太 還背起了這一個責任 不離不棄到現在還支撐著他 到最後這個導演 其實病得很嚴重 太太還在照顧他 可是在過去的那一段時間 風流的點點滴滴 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別的女明星身上的 那些時間 他就是被 就應該講說他孤獨 被忽略的那個痛苦 他吞下去了 你覺得跟阿公像不像 好像 這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必須要講 我這樣講大約覺得說 好黑暗 導演怎麼了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說 好想知道是誰 好想知道 其實我覺得還滿清楚 可能我在圈裡面 會覺得好像呼之欲出 其實我覺得大家其實 去了解這個生態就好了 好奇就慢慢自己去猜 然後我剛剛開頭 之所以就是說 他們是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生態的 應該講說互動的原因是在於 其實有另外一種導演 是非常非常就是利用詮釋的 這個我也碰過 然後也有女明星碰過 然後這個都是女明星 親口告訴我的 話說有一個導演 當年其實他非常的 就是說他非常的多才多藝 他除了會導電影之外 他自己還會作詞作曲 等於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一個 大導演 非常非常的大 到現在還是大導演 好 我先講就是說 當時有一個女藝人 女明星 然後他初出茅庐 可是當年非常非常的清秀 有一天這個導演 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可以來拍我的電影 然後你要不要早一天 你來我的 你來我家裡 我跟你好好談一談這樣 好了 後來他們就相約有一天 早上導演跟他約說 你大概早上8點來我家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運動完 那我們就聊一聊這樣 好了 這個女藝人 到了導演的家 一時間一約到導演家 發現很妙 大門怎麼沒有關 他就想著 他就邊喊導演 導演 都沒有回應 後來他就進到屋內之後 後來導演終於回應了 導演人這個聲音 是從房間傳出來的 他講說在房間會不會在書房 好了 進去一看 導演怎麼還在睡覺不對 導演躺在床上蓋著棉被 OK 然後這時候就告訴他了 他就說你知道嗎 其實你要演我的電影 其實需要有一點點付出 而且你都知道 哪一個女明星 就是經過我電影的加持 經過我的這個巧手之後 哪一個不紅 老實講真的每一個都紅 這個導演一開口 其實有些女明星其實會 會有一些心神蕩漾你知道嗎 會被受到誘惑 好了 這時候導演邊說 就從這個棉被裡面 一件先上衣丟出來了 再來就是皮帶丟出來了 再來就是這個褲子丟出來了 其實這個動作是很明顯的 應該講說明示 這根本不是明示 那根本不是暗示 是明示 就是說你應該知道你要怎麼做 我現在講的真的都是 真真實實的故事 不是亂講的 這個當事人其實 反正大家都很熟 待會私底下可以跟佑正 還有裕琴說 然後她當下她真的花容失色 她覺得說你這樣擺明 真的我沒有辦法 可是當初這個女明星她 後來之後她開玩笑 她如果那個年紀輕 不懂是說OK 她也許真的會紅一大波 她現在可能就是這個 就是影壇的那個你知道嗎 曾經是影壇巨星 可是她那時候是奪門而出 嚇壞了 我講這個事件 大家就會知道說 這是我剛剛前面引言的 導演如果說他有相當權力 然後他又利用權力之變 其實他可以卡到很多 你沒有辦法意想到的油 這個也是其中的故事 是 再來講到這個李朝勇先生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故事 主角不是他 但是他曾經是導演 曾經可能在他的導戲的過程 或是他的生涯裡面 有過一些風花雪夜不曉得 但是我們就只看他 這一次跟這個張施難 張施難的事件 靜平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人剛剛阿勾講的 他最可惡的 倒還不是在外頭怎麼樣 是他一直在說謊 甚至他的兒子 阿勾的兒子 發現問題了 忍不住了 拿手機給媽媽看 藉口說要幫他更新手機之類的 拿給媽媽看 結果這個李朝勇還 竟然要回家 還說要告兒子 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偷看我的手機 那很私密 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怎麼樣 手機被看 也沒事不是嗎 有點惡人先告狀 還說什麼要殺他們全家之類的 講這種話 先講這個李朝勇其實 他年輕的時候 有小生的樣貌 這個去翻過他以前的照片 你就跟阿勾做年輕的時候 當藝人的時候 他還沒當製作人之類 也是小家必語 很漂亮的這個樣子 所以這可以解釋 為什麼剛剛從文婉姐到名譽 有提到說 怎麼還會過去李朝勇 全客累累 然後去中國拍戲當導演 有這個女明星頭懷送報 然後現在又跟這個 68歲的張師奶 發生這樣一個不軌的戀情 然後造成現在外界瞩目的 這幾天沸沸揚揚揚 218歲的三角戀 這樣變成這樣狀況 事實上李朝勇的確 你剛剛提到的是 他的個性的確是這樣 剛剛其實名譽有講到說 他當時敢愛敢恨 因為橫刀奪愛 被周游的前夫 當時他的前夫張鈺安 當時還找人砍了他十多刀 所以他為這個周游的 當時的犧牲 在年輕時候為了罪他 因為周游他很早 周游的本名 阿公的本名叫周玉珍 他後來他們開了一間公司 叫永珍 用他們的這個 永珍電影電視公司 用名字 李朝勇 開的公司叫永珍 住的地方也叫永珍 對 永珍區 由相愛 對 因為相愛 所以相愛了38年 其實剛開始 周游阿公頂著製作人 王牌製作人開公司 又是老闆 李朝勇當時去應徵 他是滿有才華的一個導演 不可否認的 他的確有壓力 後來阿公就想跟李朝勇分手 但李朝勇就像剛剛有提到說 一直哭哭啼 一直要追他 然後還為了他 他為了這個阿公 他可以勸他戒煙的時候 把那個煙頭 捏在自己的手指上 就是好像弄在 我覺得導演拍戲拍久了 他自己也是全身上下都是戲 他就會把那個煙滴這樣 在阿公面前 用到他這個手上面這樣 弄給他 叫他戒煙這樣 就很 全身上下都是戲 連動作都是戲 然後為了勸阿公 阿公喜歡喝幾杯嗎 勸他戒酒 絕對不要喝酒了 他酒瓶打自己的頭 把酒杯當這個爆局 捏爆杯子 叫捏爆杯子 整個把杯子捏破 手都受傷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種李朝勇的個性是 阿公其實是很剛烈的 李朝勇他 我剛剛講說因為導演 他全身上下也是戲 然後本身做這些動作 他本身展現出來也是很剛烈 他要演給演員看 因為他教戲 你就等於把你的老婆 把阿公當成演員 你對你的老婆 兩夫妻也是戲 最演了38年的戲嗎 最演了38年的戲 那不只可以得金馬獎 金像獎 那太誇張了 所以當然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雖然他還是講說 他永遠愛阿公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他曾經三番兩次的說謊 讓阿公很傷心 不只是剛剛阿公在這邊 哽咽的起到說 他已經忍了兩年 甚至他們聽他兒子說 在一起四年 而且剛剛我要特別提到了 因為剛剛阿公在講的時候 我剛剛剛好跟他兒子在後面 他的媳婦也有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 他讓他的大兒子 還有二兒子 馮凱跟張志群 兩夫妻 兩對夫妻四個人 後來對李朝勇下跪道歉認錯 他們其實是基於一種心態什麼 晚輩不想干涉長輩的事情 但是因為今天 你說當時事情爆發 他們還去跟李朝勇下跪 因為他們去跟 因為第一 一開始事情爆發之後 他要那個什麼 他的小兒子張志群 跟李朝勇對職 李朝勇就不要扛了 因為你當時的手機 你是拜託張志群 你自己的兒子 幫你去升級 你的手機裡面的軟體 不是他要好 他無聊 人家也是要上班 也是有工作 又不是他要無聊 拿你的手機玩 他在幫你更新升級的時候 那些訊息跳出來 被他看到了 那LINE裡面的親密 閒思的對話 身為阿公的兒子 他當然會去問媽媽 你關不關心你的媽媽 你會關心 爸爸在外面 淋老陸花蟲 碾花惹草在那邊亂搞 他當然會去跟媽媽講 問媽媽怎麼會這樣 媽媽當然一氣 你知道阿公 你看剛剛明玉樓講說 年輕的時候 就跑到大陸拿高跟鞋 去敲李朝勇 更何況他這個盛怒之下 當然是很生氣 所以找李朝勇來對職 他就當場跟他這個小兒子 張志群吵起來了 然後後來當然大兒子 馮凱也看不下去 因為這三四年來 兩夫妻就是馮凱跟 張志群兩對夫妻 他們其實都知道 也都看在眼裡 而且這個 我覺得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防火防盜防閨蜜 就是說跟你很要好的閨蜜 有一天就變成這樣 莫名其妙有一天就變成 把你的老公給搶走 就這樣 這個張姓思奶 這個張思奶 張奶奶 已經68歲 快70歲了 還不時到阿公家裡面 然後去做飯 做菜 然後牽著阿公出來很親密這樣 阿公好像沒有嗎 阿公後來不是講說 他後來才覺得恍然大悟 他這幾年來 他老公跟這個張姓思奶外遇 他原來他是電燈泡 他是最大的電燈泡 然後他到他家去做菜 從廚房走到客廳 餐廳吃飯 扶著阿公出來 還順便牽著李朝勇 牽著李朝勇的手 然後他們兒子媳婦都看在眼裡 然後還要吃 很難驗下那一口飯菜 那個張姓思奶做的菜 他還是要驗下去 因為他們都太會演了 對 這個樣子 他怎麼冷心再去欺瞞他媽媽 所以他媽媽為什麼 阿公為什麼那麼難過說 他兒子都瞞著他兩三年 瞞著他至少兩年 所以當他跟他理論 跟他講這件事情 攤牌的時候 這個李朝勇我覺得 他是似乎是 對於全家人 一個一個來心思問罪他 他就說 因為張姓思奶是說 李朝勇跟他講 他是被家人威脅 可是反過來 當李朝勇在跟家人跟阿公 跟他的兒子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只要斷絕跟他聯絡 也許這個家裡面 還有破鏡從魚的可能 結果他不是 他揚言要殺全家 威脅要殺全家 而且來說建一個來殺一個 你說要很好 我跟你很好就好 其他人都不准靠近我們 不然我建一個殺一個 講什麼鬼話 所以這種鬼話 他說說得出來 也難怪後來你看 剛剛阿公不是有提到 說他跟李朝勇跟他 要200萬元退休金 夫妻之間要退休金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 雖然有人說那是封口費 後來那個小三 李朝勇自己說是退休金 對 李朝勇自己說是退休金 不是封口費是退休金 不是遮休費 是賣房子的服務費 張姓思奶 賣房子的服務費 人家永禎居後洞 花了兩億元 自己在木炸自蓋的房子 早就那個服務費 給張姓思奶好不好 當時他做土地代書 也在裡面做中人做仲介 因為他在裡面 實在有太多社團 包括獅子會的 什麼會長 財務長 還有台北市工商婦女會 第七屆理事長 這些頭銜 而且現在這個李朝勇 他被媒體定盲到 他還在裝可憐 他說你們在對我趕進 他說家人對他趕進殺絕 他也不想想 其實他老婆阿哥 給他多少機會了 只要他跟他斷絕往來 為什麼要給380萬 他一口氣不猶豫的 180萬給張思奶 200萬給李朝勇 380萬 張醫生奶還有你去拿180萬 我也覺得很匪夷所思 你都介入人家的家庭 現在你阿哥都已經 實在冷無可能 找律師已經要研究要提告 那破壞人家的家庭 所以今天李朝勇 會落到這部田地 而且他名下沒有財產 雖然剛剛明玉有提到說 阿哥都買車給他 但是那車子的名字 都不是他的 因為他多年前 曾經幫親戚作保 然後結果因為這個出問題 所以被連累 他如果名下有任何的財產的話 會被阿哥 會馬上扣押 所以他的房子那些什麼 包括阿哥在這個事情前後 他也把這個房子 一層都分給他兩個兒子 大兒子跟小兒子 包括陽明山的一些別墅房子 也都分給他這個孫子 所以今天李朝勇 他本來有掌握阿哥的經濟大權 包括存折印章 我沒記錯的話 以前我跑影劇新聞的時候 也聽過阿哥這個時候 都是放給李朝勇 可是後來在這件事情之後 我是看到週刊報道 他把這個存折印章 全部都收回去了 經濟大權不再讓李朝勇管 因為男人有了錢就有了權 有了權就容易亂搞 容易在外面做壞事 所以阿哥這個時候做回來 這個壯士斷丸要止血 可是問題是李朝勇的心 是真的如說他像報紙上 和新聞所看到的 隔空喊話說 他還是愛著阿哥 還是希望回到阿公身邊 還是說這也是演出來的呢 是 但大家也很好奇 這阿哥要告的這個小三 據說手腕相當的高明 他又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也令人好奇 我們稍後來聽聽來賓怎麼說 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來談談 這個三角關係裡面的 小三 師奶 據說 張師奶 張姓師奶 據說是一個手腕相當高明的人 他究竟是一個 什麼樣的來歷 文婉 我是覺得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對上的是阿哥 因為阿哥大家都知道 是演藝圈真的是超級女強人 他自己也說了 我畢竟是女強人 我不能輸對不對 我是女強人中的女強人 所以大家說可以對上阿哥 而且現在看起來 阿哥是真的吃了吞了敗仗 所以他當然會講說 這個所謂的張師奶 應該不是省油的燈 先講一下就是說 大家以為是他應該算 他今年68歲 從照片上看起來 大家其實真的網友觀眾 難免真的會超級比一比 這個68歲的師奶 先從外觀上來看 其實真的 他的皮膚還滿白透的 不過以這個年紀來講 那看得起來 還保養得非常非常的得宜 當然還有一個關鍵點是 李朝勇平常對他有一個暱稱 叫做小公主 所以聽起來真的也是代表了 無限的愛意跟疼惜之意 這是第一 第二 他阿哥的嘴巴裡面 是講說 如果找一個這麼醜對不對 這小三這麼醜 而且都68歲了 還找他這樣子 可是據了解的 其實這一個所謂的張師奶 他的來歷也是滿厲害的 大家可能以為說 這個所謂的獅子會 這個獅奶奶 到底是屬於哪一個獅子會 後來他查了一下 其實他並不隸屬於阿哥的 明星獅子會 他是隸屬於獅子會的精英會裡面 他們有分300什麼A區 300什麼A區 對 這個因為我們 真的也不會去接觸 這一個這樣子的團體 他有分區 我先講就是從2004到2005 他好像是會長 他擔任會長 到2016去年到今年 他是財務長 所以大家超級比一比的狀況 第一個 年紀上這個張師奶腎 然後這個皮膚張師奶腎 如果說以精力的話 這個狀態的話 把這些洋洋灑灑的這些精力 來看起來 大家都說 其實張師奶好像也不輸給阿哥 人家家裡面218歲的 這個三角列已經夠悲起來 大家為什麼要比這個 可是又沒辦法 所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張師奶 應該滿有手腕的 就好像這個阿哥提到 他說他主張跟這個雜母 這個拼頭在一起之後 其實李朝勇都變了對不對 有提到 尤其剛剛說 什麼三四年前就有了 阿哥好像毫無所惜都不知道 No 我覺得女人是敏感的 你從阿哥剛剛的反應就知道 他一再的 我覺得有選擇性的就是說 我把眼睛蒙住 他假中看不到 真知眼閉知眼 對 不可能這麼敏感 這麼敏銳的人 女強人一定非常非常的 當他眼睛一瞄就知道 你在搞什麼鬼這樣 他有提到一點 他說以前為什麼會這麼愛李朝勇 其實你說李朝勇 沒有好愛過阿哥 沒有好好照顧過他嗎 這樣子其實對李導演 是不公平的 包括戳背這個動作好了 其實阿哥就說 其實從戳背那個動作 他就知道 李朝勇他老公變心了 變了 以前都工很油的有沒有 後來自從變心之後 就淨漆漆漆漆的 他就知道他變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從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變 就是已經是一個變的開端 另外其實這個施奶奶的重點 你看男人的心 已經不在自己老婆身上了 再來阿哥又提到一點了 他說你看70歲這樣68歲 然後大家有看到這個周刊拍出來 郭仔拍出來的 第一個上摩帖 第二個好像疑似車鎮對不對 這個滿厲害的 這個李導演的體力 看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人生70才開始 真的 你知道嗎 這個據說 這個施奶奶會準備 要酒給李導演喝養生 這個也是阿哥講的 養生 補一下 所以你看 從這個外貌來講 從所謂的個性來講 因為我們知道阿哥 真的比較稍微強勢一點 據說這個施奶奶 非常的溫柔 善解人意 甜美 可愛 所以才有小公主的暱稱 所以在在的其實我覺得 可能比起來阿哥真的會 真的比較 就是輸得還滿慘的 是 就在現階段來說 現階段 現階段 所以阿哥要反擊 阿哥那種強勢的性格 也是因為他從小的生長環境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他必須要很努力 拼搏 趙信 針對這個施奶奶的部分 你有沒有補充我來講一下 他有沒有其他故事 而且你看他 他在每一張照片裡面 我覺得這是讓人家最揪心 講難聽就是不堪的 你看第一個 你看這一張 阿哥在這裡 紅衣服的這個 可以唱一首小哥的 我在你左右 真的 然後老公在這裡 你看這個 這個施奶奶就在這裡 如影隨行 你看這張也是 你老公在這裡 阿哥在這裡 你看施奶奶在這裡 親門踏戶 這張也是 所以人家這樣子 大勒勒的 稱姐道妹 然後在背後 都給他統一到老公都想走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 阿哥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聽真的是滿心酸的 阿哥都已經80歲了 他人生三段婚姻 這個前面兩段 都是非常波折 已經到了80歲了 居然還碰到這種 就是閨蜜背叛的這種 這種狀況 真的是非常的就是 親和以堪 我們講到這個張姓 施奶 為什麼叫施奶 因為他獅子會 所以我們講他施奶 其實他是這個業務導向的 我們做一些業務仲介的 所以他的身段 當然是非常的柔軟的 那麼過去我們也講過 就是剛剛敬平哥 還有文安姐都提到說 他做到會長 所以他在這方面的手腕 當然是無庸置疑 之所以跟李朝勇 比較親近 比較close 主要就是因為剛剛提到說 他做過財務長 剛好李朝勇在那個時候 在施執會裡面 也是在管財務 所以兩個人就有 比較密集 交集的機會 就更加熟練 當然這個阿公的愛烏吉烏 也是非常的愛護他 姐妹相稱 甚至也邀請他 到家裡面來打麻將 演夜飯 甚至有一次演夜飯 都是張姓施奶 在家裡面做的 他本來覺得是好朋友 我們剛剛看這些照片 也都知道 他無論是跟李朝勇 還是跟周遊 照片的時候都非常的輕膩 壯士輕膩 但是事實上 這個東西就是有一點點 有點兩面做人的這種感覺 我們就發現說 在那個時候 我們再講四年前 這個事情跡象 有發現的時候 說實話 他這個整孝爺的能耐 也是滿厲害的 包括李朝勇他被發現的時候 那時候周遊 他是非常的生氣的時候 結果李朝勇還發誓 也不知道怎麼發誓 他說我們只是 吃他的豆腐而已 但我們絕對沒有怎麼樣 我非常的欣賞 這句話的藝術 我們只是吃豆腐 但是絕對沒有怎麼樣 我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到底是有怎樣還是沒怎樣 吃豆腐不就是有怎樣了 對 所以實際上這個東西 也讓他這樣呼嚨過去了 所以那麼到後來 我們還聽到說 這個事情進行到 比較就是說 比較不好轉圜的時候 這個女師友甚至還託人 傳話給這個周遊說 我遺書都已經寫好了 準備要去自殺 你知道嗎 就是用這種手腕 看能不能夠逼 能不能逼周遊 就是說比較態度 這個阿溝態度比較軟化 那阿溝真的是已經 就是說已經心寒了 他說他這個女的臉皮這麼厚 不可能 他的皮比鐵皮還要厚 所以說他這個東西 可能都只是他的一個手腕 就是說他很善於 講一些比較迂迴 比較這種就是說柔軟的話 實際上他還是依然過 他最後以死相逼 還是很凶狠 對… 所以他真的是滿有手腕的 就是陽的或者是陰的 正的 軟的 通通都來 就是這樣 所以周遊當然就是 雖然阿溝他是很強勢 但是他是正大光明的 碰到這種陰柔的招數 就吃了悶虧 沒關係 我跟你說阿溝畢竟 大風大浪都見過 人家從小長到大 多少難關過不去 放心 難不倒他的 來 小玉 講到阿溝 他其實就是一生還滿坎坷的 對 剛剛佑正有講 怎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他其實出生在嘉義的大戶 可是偏偏他的小時候命運 就開始很坎坷 他出生在農曆的鬼月 然後再加上他爸爸 就去算命 說他這個人命格不好 然後偏偏又這麼湊巧 就阿溝出生之後 他的媽媽 三姐 妖弟 通通都相繼過世 然後他爸爸就覺得說 這個女兒 剛剛講算命算命格不好 帶煞來這種 對 你知道他爸爸 怎麼對待他的嗎 就把他踹到這個糞桶 把那小小的小女孩 踹到糞桶去 所以這個讓他小小的心靈 受到這麼大的傷害 結果後來他爸爸 就娶了後母進門 他當時自己有講說 當時是12個人 擠在那種食品不到的 這種土措裡面 所以就是再加上他 後母對他也沒多好 所以他就從小就想趕快 就是出門獨立 而且你知道他對家庭 非常的渴望 就是他小時候生長 在這樣子的一個成長背景 後來他16歲的時候 就到台灣省的文化工作隊 因為阿溝本身 就是表演性格很強 然後長得也滿 年輕的時候長得滿漂亮的 然後又能倒 又能演 其實他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事業 就是很快的就衝起來了 可是我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們說 那時候說什麼 紅顏多薄命 他那時候就碰到了一個乾哥 就他乾哥明明 當時就已經有未婚妻了 結果後來他乾哥就是跟他 就是性侵他 就性侵他 對 然後但是他當時就 不曉得說已經有了孩子 等到他想要拿掉的時候 醫生就說你這個孩子 已經四個月了 就沒辦法拿 對 所以就是他生下這個封開 就他這個大兒子封開 然後你知道當時那個年代 我們知道那個年代 風氣都很保守 阿溝那時候 才十幾歲的一個女孩子 就帶著這個未婚媽媽 就帶著一個小孩 你說這個會在社會上 受到人家的眼光 可是你又要養一個小孩 所以他那時候 他自己就有講 因為他那時候 已經當了女主角 可是你婚後 就是你生了一個小孩 這種 人氣可能就下來了 對 就沒辦法 而且又好像是有一點這個 不曉得哪來的小孩 這種感覺 對 就備受人家議論 所以他那時候 他為了人要活下去 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就說 他當時就專門接 人家不要演的角色 反派也演 醜角也演 你知道他講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就很心疼 他說因為那時候 女星都常常去落軍 落軍都會表演這樣 然後他別的女星都高高 就是高高貴貴 去唱一首歌這樣子 他為了要搏軍一笑 就是要有自己的賣點 他就故意唱歌的時候 就衣袋 肩袋掉下來 然後你知道 那個軍中不是有一些豬哥 就說 就故意發出來了 對 他就是讓他有這個賣點 所以你就知道 阿哥其實為了要養小孩 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他這兩個小孩 這麼的感恩他 然後再來他就是 碰到他第一段婚姻 因為乾哥那個是不算的 是被性侵的 他就後來在 就是認識了一個上校 可是因為那個上校 阿哥就在演藝圈裡打滾 那上校軍人就比較 剛毅木納 老老實實 也不是說演藝圈就不老實 就是說他們那個背景差太多 所以後來就兩個人 就分道揚鑣 然後就認識了第二個老公 就是張育安 他也是導演 可是這個阿哥自己有講 他當時在台灣的這個 製作的這個電視的環境 就常常會有一些黑道 有一些什麼來找麻煩 可是他的這個張育安的老公 是屬於比較比較軟 然後就是喜歡喝酒 所以都沒有幫他 幫他擋一些事情 就完全靠他一個女人來稱 老婆出來擋 對 所以這時候 李朝勇就出現了 李朝勇就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就幫他能導 幫他可以處理這些 就是說黑道上門 兄弟找麻煩 然後演藝圈誰要爭頭牌 這些事情 因為李朝勇比較四面玲瓏 可以幫他擋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他就跟李朝勇就 因為兩個人當時都有家庭 然後後來就日久申請 他覺得有一個人 可以幫他遮風擋雨 因為我們就說阿哥其實 從小到大 生長都比較命苦 所以他就一直渴望一個男人 他們常常其實是渴望有人 保護他的 對 後來就剛剛 大家講到的故事 後來就李朝勇 其實那時候 因為兩個都有家庭 備受議論 然後剛剛不是講 他的第二任老公 還找人去砍他十幾刀 後來李朝勇還上演 比八點檔還狗血的 去追車 追車 還寫書 寫寫書 對 所以阿公真的有被 就真的有被感動到 感動到 真的還滿受用的 對 就後來你知道 他付出多少代價 就阿公為了 為了要跟他在一起 然後當時他們這個很風光 因為大家知道 這兩個夫妻檔 那時候就是有做什麼 神雕俠律 我們那個年代 好像佑正一定不知道 會劇 你們那個年代 靈芝草人 媽媽吉利小叮噹 這都是我以前 我現在八點檔一定要看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 媽媽吉利小叮噹 我立刻回溯 看一隻狗 看一隻狗 我知道 林芝草人 Beebo Beebo知道 真的 我只知道Bobby 天啊 佑正完全是 另外一個世紀的人 對 誰不要想聽過 原媽江湖道 有 太多了 大八點檔大家都一定要看的 周遊 對 林芝草有 他創下了八千小時的 戲劇節目的紀錄 對 所以那就是無人能及的 後來他們就是 因為就是太紅了 可是因為他們兩個人的感情 這種不輪戀在一起 所以導致後來 所有的電視台都封殺他們兩個 所以他們兩個後來 就跑到大陸去 一開始沒有先大陸 先去自製錄影帶 可是錄影帶就賣不好 所以後來他就賠了上億的家產 等於是為了他 所以我就說他們兩個 這麼同甘共土一個時段 所以阿溝現在還是很甘心 就很感念這個男人 當初這樣子對待他 是 結果現在OK了 就是好不容易 就是苦盡甘來 要200萬 對 阿溝剛剛也講了 要為了200萬 退休金 是 你好意思說這是退休金嗎 是 現在大家當然希望阿溝可以堅強 可是 從阿溝現在的態度 不管是稍早的專訪 還是剛剛在我們這邊的專訪 或者是他透露給媒體的訊息 昨天的記者會等等 他似乎希望這個男人 可以回心轉意 但問題來了 第一 他能回心轉意嗎 第二 連命理師都說 離了吧 對阿溝會比較好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女人總是女人 對 三十四五年你對我那麼好 後頭她的變 我們女人 尤其我是製作人也當導演 我都有感覺 我還是忍受 我還是希望你跟我和好 我還每天問他 你有愛我嗎 每天一早一晚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他說我不愛你我愛誰 我真怕他離開我身邊 我真的 真的很愛他 可是既然 證據統統給我們抓到 本來我跟我兒子 我們家庭會議說 我們就交給司法 交給法律去辦 可是我捨得嗎 我現在只想要告那個女的 我對她那麼好 你對我這樣 剛才說我們接下來要勇敢 不管面對誰 是 我就說 我一定要勇敢起來 我跟他也講 我一定要做一個很勇敢的 沒錯 很驕傲 很有尊嚴的 可是辛辛苦苦要維繫這段婚姻 維繫這個感情 阿哥也真的很辛苦 所以有人就很不忍說 那是不是乾脆放下好了 其實我覺得在座 看到剛剛那一段 大家真的會覺得說 阿哥曾經這樣在 歷經大風大浪 然後在刺炸影壇 刺炸電視權 可是他此時此刻 他矛盾到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該何去何從 大家還記得嗎 他其實對大家 非常有信心的 大聲疾呼說 我一定要當一個非常驕傲 而且很有自信 女強人中的女強人 我不能讓那兩個人 看衰的這個意思 可是就是下一秒鐘 他那聲淚居下說 我還是女人 然後我還愛他 所以他自己已經完全已經 你知道嗎 就是他畢竟就是他講的 他是一個女人 他已經完全亂了套 這個時候他已經不是 強勢製作人 他就是一個女人 受傷的女人 沒錯 又是你不覺得 剛剛的阿哥好委屈 他其實他想委屈求權 我就不知道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忘了一件事情 委屈求不了權 然後通常當事人 他其實看不到 他是燈下黑 他其實不知道說 他自己正陷入那個死胡同 其實這幾天 我看到很多的網友 我們這幾天 阿哥的新聞是其實最行的 大家也最關心的 下面所有的留言 都告訴阿哥說 阿哥 那把槍 其實子彈都沒了 你留那把槍做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有這句話 要先講一下 就是阿哥 最近有一句 大家在傳送的一句話 就是說 就算沒有 子彈沒了 我還是要留著那把槍 阿哥 放下吧 很多人都去阿哥說 阿哥你80歲了 不要再這樣執著 不要再為情所困 那真正其實有自信 真正驕傲跟自尊 你不是要做給別人看的 其實你要真正去找到就是說 你要愛自己 其實我剛剛看阿哥講說 我那麼大的新房子空蕩蕩 我就覺得 他就覺得 你看他那一剎那 他眼淚就流下來了 可是阿哥他是覺得寂寞的 可是換一個角度是 我們知道阿哥 其實他可能跟李導演 已經處於分居的狀態 阿哥 你還有兩個兒子 你還有孫子 他們還在你身邊 我覺得真正的 我應該講說阿哥80歲了 很多的時候 其實反過來想的是說 你要活得更豁達 這個男人如果說你真的 說我願意原諒他 我希望他留在我身邊 可是他心不在了 其實老實說 真的也沒有那個意義 實質意義存在了 所以阿哥不要再留那把槍了 我覺得同為女人 我覺得真的鼓勵你 真的 就是你到現在 我覺得你沒有愛自己 我聽了 剛剛他講的所有的時候 他沒有愛自己 太捨不得了 對啊 都80歲了 阿哥放過自己 好 今天休息一會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稍後回來 今天我們看到周遊阿哥 親自來的節目 給我們現場生生呼喚 希望李朝勇 他能夠趕快回心轉意 知錯能改 好不好 但是來 靖平 從男人的角度 你怎麼看這件事 李大導演 林老陸花鬆 鬧出外遇的風波 其實這兩天新聞一直發展 然後其實也有不少的 命理師去看 李朝勇跟他年輕的時候 到現在的面向 感覺看起來 就是花樣桃花朵朵開 他對於阿哥周遊的 存在的依賴 多半是屬於金錢上的 依賴關係 否則他不會講那句話 你們是要把我趕盡殺絕嗎 還是怎麼樣太狠的 沒有苦勞 也有功勞 等等如何如何 然後又指控阿哥的兩個兒子 只是想分家產而已 把這個導向 從家庭的風暴 這個外遇 有這個絲奶小三 然後導向這個 好像跟阿哥的兒子 孫子他們去分家產 所以其實有人 就包括剛剛文婉姐 有他聽到說他的朋友 都勸阿哥 命理師也是這樣勸阿哥 放手吧 閃離吧 因為如同阿哥自己講的 他當然心會有不甘 就如同他會把那兩台車 從國外買來兩部進口車 趕快賣掉 他覺得很骯髒 不要 然後又同情理財 又買一部新車一樣 就如同他會講說 子彈都給別人了 他槍留在家裡 他總是要這樣 你就可以聽到 剛剛他在攝影朋友講說 他鎖著一個空蕩蕩的房子 覺得好空 好難過 他一定會回想起 過去30幾年 他老公李超雄怎麼對他 李倒什麼 但是因為我覺得 心都不在這邊了 然後再看到 他看上這個 張姓思乃的整個面相 和周刊拍到 他的整個背影 身相 他的腳踝 他的身材 他其實還保養得滿好的 不像阿哥罵的說 那麼醜陋之類 如如此類 從這個可以看到一個男人的心 如果跑到那邊了 而且剛剛其實文婉姐 在廣告的時候有問我 一個男人的心態 如果是子彈都這樣子 留給別人的話 你的槍留在家裡有什麼用嗎 還是會眷戀著這個 你家裡面那個郊妻嗎 家裡面永遠守著你的 這個空閨和花朵嗎 很難 所以我也覺得說 站在男人的立場 我覺得他會想要回來 多半是因為經濟生活的緣故 和老年的 因為我剛剛有前面講到 他名下沒有什麼財產 然後可能出去外面生活 會有一些狀況 雖然這幾年 他幫阿哥打理的事業 都還不錯 那是基於他們是家族 然後一個公司 然後所以他的兒子 像阿哥的兒子也很爭氣 拍了不少電視電影的作品 也都還滿賣座的 遊走各台 然後電影公司這樣 所以我覺得阿哥 現在真正要依賴的是 他兩個兒子 還有他的媳婦 還有他的子孫滿堂 慢慢的可以讓 當然他心一定會有不甘 就像剛剛他氣宿那一段 但是從男人的立場 我會覺得說 這樣一個不中的男人 已經雖然他30幾年 轟轟烈烈的給你的 這樣的一個過去 但是當他老的時候 不能陪你一個 當你的老伴 因為老來就是一個伴 老伴老伴 跟著你一直走下去 我覺得到後面 吵成這個樣子 而且阿哥又是很強勢 這個男生 是用這樣的一個行動 有點在宣誓說 要告訴他誰是老大 但是弄巧成拙 阿哥才是真正的 像從戲劇到家庭 我是武哲田女霸主 但他很難改他的個性 既然都不能改 我覺得男生這一方 你也不用需要委屈求全 也不需要這樣子 再彼此委屈了 我覺得乾脆就散離 我一直都認同 他們這樣講的 所以我覺得 已發展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看起來 大家都滿同情阿哥的 是啊 文婉 而且我 我覺得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 你先不要講結論是什麼 我覺得過程 已經在在都是傷害 都是歷任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這個整個事情爆開 就是說確定李導演真的有小三 確定李導演有外遇之前 其實在過去的一個月當中 太多太多的傳言 包括甚至有人講說 其實阿哥大家記得嗎 八月初曾經傳出阿哥親生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覺得 跟這個所謂的 之前的外遇傳聞 其實做了連結 可是那時候 阿哥那方面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沒有 我只是那天獅子會的一個活動 我們在地下室 然後地下室的空氣不好 加上長時間 其實我的睡眠 其實狀況很差 我吃了安眠藥 所以這些因素加起來 導致他當場昏厥 不管這個事實如何 你就知道說 也許這個中間有隱約的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阿哥他其實不好過 不好熬 甚至也有一度 真的是想不開的狀態 如果這段時間 已經經歷過這麼辛苦了 放下了 放下了吧 我覺得真的放過的事情 真的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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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安心